南投县农会与文昌国小银星活动结合 攜手举办了一场充满教育意义的食农活动 活动中小朋友在老师和农会的工作人员指导下 亲自体验制作披萨的过程 不仅学习如何动手制作美食 还能够使用当地的食材 从过程中也了解食材的来源与背后的故事 这样好 很开心我们南投县农会 能够来支援学校这个活动 然后让小朋友从这个食农教育当中 认识到食物的原型 然后也应用在地的食材 我们来做披萨 让小朋友知道说从产地到餐桌 它是有个过程的 而且食物是可以自己准备的 这个是食农教育最大的意义 文昌国小校长陈建柱表示 这次活动让孩子们了解食物 从产地到餐桌的过程 现场除了做披萨 还有手打凤梨冰沙 孩子们热情参与 许多人对烹饪也产生了兴趣 家长也一起参与并支持这类的教育 因为我们食农教育有包含很多意象 我们食农教育的教育意涵有三遍六项 其中很重要就是认同在地的食材 那我们今天跟文昌国小 还有我们野菜园合作 在这一次文昌国小的新生迎新当中 我们来做在地蔬食的披萨 让小朋友去认识在地的食材 那知道在地食材的好 以及在地食材的一个 呃 种植的方式跟呈现的方式 可以做出怎样的美食这样子 我觉得做披萨可以让我们感受到 DIY的乐趣 也可以让我们自己了解自己比较喜欢吃什么 或不喜欢吃什么 还能认识其他更多的食材 那今天我就认识到了农菇菜 我以前都没解除过农菇菜 呃 以后有可能姐姐想要卖甜点 但是我没有很想要卖食材 就是食物那样 透过食农教育 不仅可以让小朋友从小就认识食物的来源 还能够体会到农夫在种植和生产过程中的艰辛 这样的体验可以帮助孩子从心底珍惜每一天餐桌上得来不易的食物 记者黄中宁 陆古香采访报道